七人座休旅车在东南亚市场一直都有一个固定的需求 也是这个日系品牌们在这里相当重视的一款车型 今天我要讲的新车就是刚刚在几天前正式发表的 全新 Honda 入门七人车 新一代的 Honda BR-V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在扩别了6年以后 Honda 为这个新的 BR-V 带来了什么改变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外形的部分 这款新车可以说是大量保留了 Honda 之前所发布的 这个 N7X 概念车的设计 首先在这个车头部分它就采用了 与新一代 Honda HR-V 类似的前年造型 这个大型的水箱护罩让这个车头看起来比较大气了一点 而顶部还有招牌的 Honda Solid Wing 镀铬四条 并一路延伸到扁平锐利的 LED 头灯组里面 这个设计虽然没有这个直系对手 Mitsubishi Xpander 那般的抢眼 但是如果你问我的话我是觉得 这样的造型更加的耐看 你觉得如何呢? 而车上部分呢只是可以看到类似 最新 Honda City 的这个车门设计 还有 BRV 必备的 黑色轮拱护板 这个也是让它有这个 Crossover 休闲气息的重要元素 还有这个 17 寸的双色轮圈 它可是比现行款的 BRV 还大了一寸 其实大的也不只是 Rim 因为这个新一代 BRV 整个车身似乎看起来也是有 Upsize 了 但是 Honda 暂时还没有公布这个新车的车身尺寸啦 再来就是车尾的部分 2022 BRV 它这回就沿用了与 City 相似的这个立体式 LED 尾灯设计 而且经过了熏黑处理 带来更多年轻化的元素 这个灯条 我觉得看起来蛮漂亮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回 BRV 的车身离地高度 进一步提升到一个 220 mm 比上一代的 200 mm 又多了一个 2 cm 对于这些闪电水灾还是郊区的路段 是更加容易应付的 接下来我们看看内装的部分 它是全新一代的车型 所以里面也是完全不同 中控台部分 Honda 就直接导入了 这一款车在印度的 Sedan 版本兄弟车 也就是 Honda Amaze 它的整个预表台 我们可以看到类似 CR-V 的顶部空调出风口设计 而下方中间部分则是一个悬浮式的面板设计 并且有这个镀钻式条还有缝线的处理 多了一点高贵的感觉啊 中间的这个 7 吋触屏主机也支援 Apple CarPlay 以及 Android Auto 手机互联功能 而精致的 3 幅式方向盘还可以看到很多按键 以一台 A-Plus Segment 的小车来说 在这个价位来讲我是觉得很有诚意的 空间表现方面虽然这一次原厂并没有多加说明 但是以 Honda 这个最擅长的 Man Maximum Machine Minimum 空间最大化的造车理念来讲 我相信这台新车它的空间应该还会是同级最强的 而且不止如此它有一些家庭车的贴心小设计 像是每一排的座位都有这个电源插座 包括这个第3排它都有 第1第2排还有扶手设计 而在配备上它还有这个可以预先开冷气的 Remote Engine Start 遥控引擎启动功能 而自动锁车功能还相当的方便 不过你以为就这样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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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Honda 这一次还使出了杀手锏 除了这回生气车的6个 Airbag 以外 新一代的这个 BRV 它还导入了 Honda Sensing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而且不是什么基本款喔 它拥有的功能相当的完善 包括有这个车道维持辅助 还有车道居中也就是保持在中间的这个控制功能 以及 ACC 主动式定速训练 并且貌似有这个低速跟随的功能 同时也有 Honda Lane Watch 左侧盲点显示系统 在这边我也为大家列出这个新一代 BRV 完整的 Sensing 功能 哇 有了这个 Honda Sensing 也让这个新一代 BRV 成为了 同级中安全性最好的车款 基本上同级的这个 Toyota Rush Produa Arus 还有 Mitsubishi Xpander 这一些对手们啊 都可以说是望尘莫及了 我觉得在这里也要感谢 Honda 再度把这个入门价位的车款的配备 再度拉高到 另外一个 Level 在动力方面 新一代的 BRV 依旧维持采用这个普通轿车的一体式车身 外加承载式底盘的设计 也同样采用这个前轮驱动的设置 而引擎方面呢也是这个熟悉的 1.5 公升 i-VTEC 自然进气引擎 不过是最新的 Leo HC 版本 也就是和这个新 City 一样的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达到了 120 EPS 而峰值扭力则是 145 Nm 并搭配 Honda 的 CVT 5 段速变速箱 以输出来讲 它依然还是统级最强 目前 Honda 暂时还没有公布这台新车的这个正式售价 一切要等到明年 1 月在印尼正式开售以后才有更多的信息 但是有消息就指出预计这个新一代的 Honda BRV 在印尼的起套价格将会是 2.6 亿印尼顿 换成到来大约是一个 7 万 6 千令吉左右 就不知道来到我国的这个价格会不会漂亮呢 毕竟它来到这里还要和我们的这个 Proto Arus 还有这个 Proto Arus 新一代的 Alza 这两大 性价比对手抗核 不容易哦 那么几时会来呢 其实来到我国是肯定会了的 只不过 肯定没有那么快 毕竟 Honda Malaysia 在我国要推出的新车 现在可以用这个排队来形容 我们还有新 Civic 新的 City Hatchback 还有新的 HRV 当然还有这台车啦 嗯 看来明年 Honda Malaysia 有的忙了 而且重点是 这一次的 BRV 发布会 还有一个彩蛋 透露了将会有一款新车要来临 会不会是新的 HRV 呢 我们就一起拭目以待吧 大家觉得这个新一代的 BRV 如何呢 这里有没有在看着七人车的朋友们 欢迎分享你对这台车的看法 我是小明 喜欢这些影片 或者是喜欢我的这个解说的朋友们 别忘了给个赞 分享出去 还有是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and stay saf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